哈喽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大冰块 只有这里才有大标车最全的拆车视频 我们快来了解一下 哈喽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期的大标车 我是薛俊峰 当然也是指挥师和真话大冰块 今儿也算是带来一个新伙伴 是因为之前的确有很多小伙伴说 说这个吉普的车是怎么样的 的确就是我身后这台自由光 也是我们吉普来的第一辆车 吉普自由光它的售价是从21万到32万 将近一个10万的跨度 我们身后这台是一个25万9800 当然我所说的一些是官方的售价 四大店是有一些相应的优惠 自由光也是有两个排量 一个是2.0的排量 一个是2.4的排量 我身后是2.4这一款 它配备的都是一个9速的编动器 今儿也是跟冰块一块来 看看这个车是什么样的 我们现在就来去看一下 好 我们还是来新说外观这样的事 当然还是老话 见仁见智 当然对于自由光其实就是切诺机 那切诺机其实就是以前北京吉普产的 我们所谓的大切也好 叫吉普也好 最早进入中国的方方正正 其实是第二代的切诺机 而第三代 第四代跟中国的消费者 其实并没有太多联系 而我们今天看到这样的自由光 其实是叫做第五代的切诺机 因为边上还是有切诺机这几个字母 当然外观这样的事还是老话 就是见仁见智 对于吉普而言 还是对于切诺机而言 它没有所谓更多的一个传承 也仅仅是从第三代的切诺机开始 它的进气格栅会有一些固定的这种形状 外观就跟大家聊到什么 吉普 然后它比较有所谓个性的 这几个进气格栅的样子 好 我们现在就去后面看一下 这辆车的轴距是2705 就基本上是一个2米7 其实2米7对于这个车来说 比较一般的一个长度 当然这个还是一个所谓纸面数据 当然里面大小我一会会跟大家说 这个踏脚板其实是四载店强奸的 是因为这车的终端 其实优惠力度还是可以的 这种高度的SUV 这种踏脚板其实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 是因为这个高度特别的尴尬 其实就像是之前网上传的一个照片 就是那种公园里面那种小碎格 一个格一个格踩的话 就是有点凉泡 那两个格踩的话就是有点扯淡 就这个真的有点那种感觉 就是如果说你踩它去进行上下车的话 会觉得特别的尴尬 就是不上不下 但是你不踩这个 也会觉得特别的尴尬 好像稍微有一点点高的感觉 其实我会认为 就是这个高度完全 这种踏脚板没有必要 其实被强奸的没有办法 好 那我们现在来后面看一下 那后面也是老话 外观这样的事就不说了 尖人见智 依然是倩头机这个标 然后吉普这边是广汽菲克 菲亚特克莱斯勒 当然菲亚特克莱斯勒 发动机也好 还是底盘也好 其实都是有关系的 我们之后的筛特环件 会跟大家把这个事聊得更多一些 四乘四说明它是一个四驱的系统 那开启的方式呢 下面是有两个钮 还好它是在中央的 那个比较大的一个钮呢 是一个直接后面箱的开启 旁边还有一个小钮 其实是开锁和解锁的过程 就是比如说关上以后 然后你懒得用一样 再去按锁车或解锁车 按这个钮也可以的 我们还是说到后面的空间和使用 先说使用 使用这块第一它是支持放倒的 OK 这边是一个四 这边是一个六的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盖板 这个盖板也是有一个逍遥的使用的技巧 当然上面也是有说明的 当然这个说明也写的不是说特别的清楚 如果说就像我们平常用的时候 这个当然说里面你装了5万元现金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来遮挡一下 如果说放成这样的话 大家会觉得这个特别碍事 如果放个东西是怎样的 就是怎样也不能怎样 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板稍微折一下 后面卷过去 这个时候就不会挡在这了 下面是它的备胎和三角排一些工具 不是一个全尺寸的备胎 然后这一块也是有一个小钩的 那个钩钩到上面就可以一个人去拿东西或怎么样的 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使用技巧 好我们把盖关上 这一块也算是有一个隐藏的功能 打开以后其实是一个油箱的应急解锁的装置 比如说有一天你的车无论是什么问题 你油箱盖从里面打不开的话 这个时候你用这个东西可以强制的把油箱盖给打开 是因为很多车都会有这种的装置 但是我先打冰块到现在没有找到它所谓的有或没有的规律 但是有的车系络我基本上都会跟大家去聊一聊 然后这边有一个12伏的电源 然后这边还是有两个小的盖板 这个两个盖板干嘛用的 当你后边座椅四流放到以后 你可以把它往前铺的前面变成一个整体 这时候让后面的空间会更大一些 当然对于后面的空间大小的 我们还是有测量力气 我现在就去拿一下 好现在到一块 把超牛的拓乐的杯包拿来 当时拓乐是瑞典特别好的品牌 这几个箱子 就别看不起眼但是价格不菲 我们之后的商城也会有相应的产品 我们现在只是拿它来做一下空间的演示 这个是一般的出去旅行的箱子 我们放一个 然后继续往里面放 好大家可以看到 从大小而言 这两个基本上就差不太多了 如果说你把盖板再盖上的话 空间不太多了 如果说把这个给 折过去以后 其实后面还是能够再装一些东西的 我看看 好这样 这样 好的我认为这样就是极限了 如果再放一个会挡驾驶员的视线 所以说我个人会认为这个基本上就是直线了 还可以关上没有问题 其实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空间 这儿呢 勉勉强强强能放一个 但是你拉开的话一定会倒下来 好 我们现在呢 就是拖着这些东西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 好 那么现在呢就来到车里面啊 跟大家 功能和一些主观的印象都跟大家去说一下 因为也是跟大家说了好几期了 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结构有点变化 那之后的车呢 它变化就不再唠叨了啊 好 那么还是简单的 从头到要跟大家去说一下 它的一个使用功能吧 因为毕竟 自由观呢 其实是我们第一辆拆的吉普车型 所以说呢 从功能上慢慢来说呢 我会说的稍微的细点 如果说对这辆车也好 还是对吉普系列车感性小伙伴呢 仔细听一下 好 那么还是从头到辆啊 跟大家去做一个大致的浏览 那这辆车呢 主副驾驶是一件的升降的玻璃 那剩下的呢 都是普通的那种形式 四门的解锁是在你左手的这个位置 因为有些车真的啊 就是有的时候是在这边 有的时候是在这边 就当你摸到一个特别陌生的车的时候 当哎 比如说咚咚咚 有人敲门啊 让我进来 甭管说是家人也好 孩子也好 然后你就会手忙脚乱的啊 去找哎 这个钮到底在哪 真的会发生这种情况 是因为我在开不同的车嘛 所以说呢 这个四门的解锁按键 用的次数还是真的比较多的 然后上面呢 是防止后面小孩乱动的那个按键啊 好 那再往上呢 是左右反光镜调节 然后并且支持折叠功能 大灯的控制呢 然后再往边上一点呢 是仪表盘的一个亮暗的调节 仪表盘呢 不算是特别的所谓的具有科技感吧 是因为转速表也好 还是速度表也好 都是那种模拟指针 然后中间呢 有一块异形的液晶显示屏 异形的液晶显示屏呢 它更多的肯定是承载了 它行车电脑这一块 它行车电脑的控制呢 是在方向盘的左边 上下左右OK 那是它的一个菜单的滚动啊 其实这个还是比较直观的吧 日汽车呢 它是习惯用左右的键 包括说德系车 它是喜欢用左右的键 去在总的菜单里面进行切换 而这辆车呢 它是上下键在总的菜单里面切换 我跟大家念叨一下 比如说有车速表 车辆信息 油耗 行程信息 启动停止时间 巴拉巴拉巴拉 然后一共呢 是有九个大项 那在这里面呢 车辆信息呢 就是一些比如说电瓶啊 机油啊等等的这些东西 那油耗呢 它一共有两个档啊 一个是总里程的 还有一个是当前里程的一个平均油耗 还是比较直观的啊 然后呢 右边呢 是档位的一个显示 下面是油温跟油耗的显示 那右边呢 这一块呢 是它的定速巡航的控制按键 下面这三个按键是空的 是因为这个车的高配呢 是有ACC雷达 有ACC的话呢 会在下面这三个铁 那左边这块呢 是电话拨打的按键 在传统的左边是灯光的控制 右边是雨刮的控制 包括说是后雨刮的控制 其实多媒体呢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它的UI设计啊 不能说是非常的美观 但是呢 看起来是比较直接的 一些大的功能 是在最下面这一块 大家可以看到 有时文机媒体控件 控件呢 就是空调和座椅夹的这一块 因为这辆车是支持正负驾驶的 呃 座椅加热的 然后再往这边 应用程序 电话导向 你在中央这个应用程序里面 它里面呢 是所有的程序 这个所有的程序 你按住以后 可以进行拖动 而拖动以后 可以替换下面这些功能 其实它的这个 所谓的人性化的东西 做的还是可以的 比如说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默认的 最右边 这个是主驾驶的加热 因为对于一般来说呢 因为它的加热的功能 并不在下面的空调的 这个部分里面 它是在这个液晶屏的控制里面 如果你想加热的话 传统来说呢 你可能需要进入这个空件 然后呢 再按下去 这个需要两步操作 那这个时候呢 主驾驶加热 你给它拖过去以后 一按 就可以直接加热 其实这还挺方便的 好 这个是 这个屏幕吧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说的 然后 媒体这一块呢 也是支持很多种的音源输入 包括说USB 有两个USB接口 然后有一个AUX接口 然后还有蓝牙 还有一个SD卡 好 这个是功能方面啊 这个上面呢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储物空间 其实也不是比较大 顺嘴说的比较大 其实真的不算太大 但这个储物空间呢 会有一个使用问题是什么 其实大兵化啊 最早有辆四眼Polo 就是特别老款的那个Polo Polo呢 这边也是有一个储物空间的 但是Polo这储物空间呢 它会把这个 左扣做的非常小巧 当你打开以后呢 这个盒里面 是不会像这辆基普一样 这一块还有做这么大一个锁扣 我觉得特别的匪夷所思啊 我觉得对于储物空间来说 可能是用的最多的一个位置 因为这个位置还是很方便的 是因为 那明块之前那辆 四眼Polo嘛 就是票啊 什么一些零钱啊 都塞在下面 然后一按 就抬起来了 但这个用的时候 你会发现什么呀 本来是一个挺方的 这么一个储物空间 它非用下面那个锁扣 把这个空间给变成一个眼镜状 储物的这个空间会 缩小很多 然后呢 这一刻锁扣还特别大 就是你在开车的时候 比如说你想交停车费 或者里面有点零钱 你得这么看 才能看见是里面什么 就这块是非常挡视线的 我觉得这个位置 有储物空间是很好用的 但是基普的这个小盒设计的 真的不是那么的好用 好 那再往下呢 是它的音响和空调 这一块呢 音响呢 其实它是算两部分组成吧 然后屏幕是一方面控制 然后这个实体按键是一方面控制 这个实体按键呢 也是提供我们最简单的功能 左边是音量大小 右边呢 是上去下去 或者是一些功能性的一些调节 以及呢 是ESP的开关 还有是自动体型的开关 然后这个Bike按键呢 其实是联动多媒体的这个部分 比如你进了菜单以后 然后你按Bike就可以去返回 好 那再往下呢 是它的空调控制 双区空调 左边跟右边是可以进行温度显示 然后你打开以后呢 显示是在它的液晶屏上面 它并没有一个单独的显示 大家会觉得啊 就是这个对于空调显示这块呢 有一个单独的显示 我觉得会更直接一些 好 那按钮就不说了 都很直接 好 再往下 是它下面一个储物空间 这个储物空间啊 说实话啊 除了搁这把钥之外呢 真的用处不太大 因为它真的还是挺小的 手机放在这块呢 也会觉得很奇怪 等于说这个位置不是特别的实用 但是呢这个位置呢 还是提供了我们刚才说的 多媒体那些输入的音源 SD卡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AUX接口 然后还有一个USB接口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12伏的点击器 然后再下来呢 是它四驱的一个选择 包括就是有自动 有雪地模式 然后有Sports模式 然后包括有爬石头啊 当然呢我们就不测试 它的四驱系统 是因为很多有媒小伙伴呢 已经测的很多了 所以说对于四驱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看我们有媒的 这个一些测试的环节 好 我们继续一下 挡帮 它是支持手自己提的 但是呢大名块说啊 说这个挡帮呢 你看就是给美国人设计的 我觉得大名块的手 其实还挺大个的啊 感觉有点把握不住的感觉 好大的一个挡帮 感觉可能并没有做 所谓亚洲人手型的这种体验 如果说一个小姑娘开这车的话 我觉得一个手都是掌握不过来的 这个挡帮实在是太大了 OK 一个直列式的拍挡 然后呢在左边呢 可以进行加减挡 因为这辆车呢 提供的是一个九速的变速箱 那九速变速箱到底 怎么样呢 我们试下的时候 跟大家去聊啊 好那再往下呢 是它的电子手刹 然后一边一个背件 然后这边呢 有一个小小的储物空间 我觉得这个储物空间 也挺尴尬的 我就是感觉好像 美国的设计师 对这种储物空间 和人体工程系绝这块 好像把握的不是特别的 这种准确式的 总觉得好像便便宜宜宜的 好中央呢 是一个双层的储物空间 这个还是蛮深的 然后呢同样有一个 12伏的电源输出 然后这边还有另外一个 USB接口 首先先说材质吧 这块糖素的 这块是一个皮的包裹 就是手臂放的位置 是一个皮的包裹 下面硬塑料 仪宝台糖素的 糖素糖素都是一个软的材质 手套箱硬塑料 这块硬塑料 硬塑料 那座椅呢是一个皮的 然后这块都是硬塑料 糖素的材质一般般吧 这种材质的分布 其实我会更觉得 是一个中等车的一个材质的一种感觉 我们的确也看到过一些 比如说在这个位置都开始已经用这种硬塑料了 我觉得这个都处于差了 拆过这么多车呢 发现还是很讲究的 就是它的这个材质分布还是很有意思的 我就会发现 就在这一块 用糖素这种用软材质了 就是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好的车了 那这种材质分布呢 基本上是那种普普通通的车 如果这一块呢 是那种硬塑料的话呢 真的可以说是那种特别廉价的车了 就是还是会找到一些规律的 那说说整体的感觉和一个使用方面的一个舒适程度吧 先说座椅吧 座椅呢 我只会觉得对于大冰块的身边来说呢 不是特别的适宜 就是我总是会说啊 就说很多自主品牌的车呢 它的座椅呢 会坐得很不舒服 但这辆车呢 我对于又找到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美国人的体重 都是那种200公斤的大胖子 一坐这个座椅后 然后把这个座椅给坐下去以后 感觉包裹赶来了 然后大冰块呢 这个小身把坐上去后呢 就是就会垫在上面 就感觉这个座椅和你的身体呢 是完全分开的这么一个感觉 就是包裹性真的是非常差 我会觉得这辆车 其实更多的设计 包括说这个大的挡板设计 都是那种给美国 这种高大身材的人的一个感觉 所以说从空间角度上来说啊 我会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 包括说你看我 我现在是一个最低的一个位置了 头部空间还是蛮多的 当然说呢 我是坐的是比较直的 就是还说啊 大冰块的开车坐姿 相对然是比较比较准的 如果说呢 你是一个两米五的个儿啊 稍微往后躺一躺 其实也能开的 当然说呢 还是希望大家呢 都在遵循一个正确的驾驶坐姿啊 就是还是说 真的可以试一试 还是那句话试一试 把座椅调的标准一点 你会发现 其实这么开车 还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好 那前面呢 基本上就跟大家去聊到这吧 其实并没有感觉到 所谓的精致感 或者是豪华感 包括说我们小姐姐啊 就是在玩这辆车的时候 就会感觉 哇塞 这个是说那是太丑了 我一张说呢 这个东西也同样是啊 就是见仁见智这点事 那前面这块呢 从功能 包括从十一公角度上门 来说呢 就跟大家去聊这么多晚 那么现在呢 去后面看一下 看看这辆车 后面是什么样的 那么现在来到后面 给他跟大家去唠叨唠叨 还说功能吧 功能呢 其实不太多 那这边呢 有一个出风口 然后这边可以调节 风量大小 然后中央呢 有一个扶手 然后有背架 好 那这个座椅呢 其实还是比较多样化的吧 因为我们在刚才的时候呢 跟大家去说了一下 后备箱的储物空间 那这个储物空间的也仅仅是这个座椅靠在最后的这么一个大小 但是如果说你把座椅放到前面的话呢 后面还是会多出影 首先呢 这个是可以四流放倒的 这边是一个四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是可以完全放平的 而且你通过肩上这个按钮 可以两档可调 一档 两档 是两档可调的 有时候这个座椅的角度是可以调的 其实还是比较多样化的吧 算是 好 那说说这个空间大小和舒适度吧 那还是老规矩啊 现在呢 是这个座椅最靠后的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前面呢 是大片块 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标准的坐姿 还是啊 坐板直的话 对不起 头是没有办法的 就是完全给卡在这了 往这边一点感觉 不行 这个 这个 这个设计的好奇怪啊 就因为上面的空间感觉特别小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这个全景天窗的问题啊 这块感觉特别小 但是呢 我们正常坐的时候呢 还是会比较这个靠一点啊 那靠一点的话呢 我只能说不算是 很富裕吧 因为你看我坐直以后 前面基本上是一个两拳的距离吧 然后我稍微的这样测一点的话呢 只能说是够用吧 好 那说说这个座椅的舒适度吧 我只能说 其实它的座椅呢 跟前面差不太多 我觉得它的软硬度还是可以的 就是仅仅啊 就是因为可能就像我刚才说的 就是大面块的一个体重不够啊 不太能够驾驭这个座位 还是会有一点鼓的感觉 但是中央这个座椅反而是 这个五个座里面最软的一个位置 但是呢 它会比较窄 就是从软硬度来说 这块是最舒服的 但是呢 是最加紧的这么一个位置 但是这个两边啊 我只能说 算是一个中档的舒适度吧 从包裹性来说 还是会比较差的 好 那下面呢 有一个大的一个鼓包 那具体里面什么样呢 我们之后拆车呢 会跟大家去聊 好 那基本上这块就跟大家去聊到这吧 然后呢 明天呢 会跟大家从试驾的角度 包括说我们那些测试呢 跟大家去多说一些 当然了 之后还有拆车的项目 那现在呢 跟大家去说一个谜题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过老款的线豆机 那老款的线豆机呢 其实它的油箱的这个钥匙 合紧的车钥匙 其实是完全是两把钥匙 但是就会觉得 说美国人为什么把油箱 做的这么的保险 或者这么的神秘呢 那其实在这辆车上呢 也会看到类似于的这种设计 是因为这辆车油箱的按键 可能说啊 是我见过这么多车里面 是最隐藏的一个位置了 如果我不告诉你 你可能真的永远都找不到 这个油箱的一个开启的位置在哪 这辆车的油箱开启的位置 具体在哪 还是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标车 然后在下面呢 输入自由光油箱 这五个字 大名画就告诉你 这个特别神秘的这个油箱的按钮在哪 好那今儿呢大标车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那我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 自己说自己做出大标块 当然也是那个只会说真话大标块 那我们明天吃假再见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 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 那我们在这里的视频呢 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 会进行同步更新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 当然还要关注一下 我们的公众号大标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